歡迎大家收看喬陵日誌 OK123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陵日誌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 在我們國家的月餅 好 現在呢 因為 中秋節倒了 所以 聖禮呢 就會有回禮 那回禮之後又有聖禮 所以這樣子禮上老完之後呢 這邊求林收到 登登登 三家的月餅 然後現在要開箱給大家看 大家新加坡月餅送禮 大概都是去哪裡買 然後今天會跟大家講說 我才買月餅的過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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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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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這兩盒 這個是新加坡的星巴克 今年2021年出的月餅 然後這個紅色這個 這個是新加坡傳統品牌 這我自己買的 這是Venezuelo的月餅 它有兩顆裝跟四顆裝 然後這個是兩顆裝 然後這個是日本進口的品牌 然後它是在新加坡也有開店 叫做Chateres 雖然我沒有念出 不過它有點 它是日文嗎 對 它上面有那個標 所以我不確定我這樣唸我會唸得對 好 現在就跟大家開箱 首先是開箱星巴克 好 星巴克它這次出兩種兩盒 所以它賣的時候通常是兩盒兩盒在促銷 好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星巴克的月餅 它是這樣開的 它上面有四隻可愛的兔兔 對 然後三隻兔兔是星座造型 對 星巴克 剛剛我們跟星巴克的星油 這樣子追到 然後這是他們的說明 一盒是60.9 這是新幣 那它有 這個是 這一盒是綜合 是四個口味 對 有Mango 斑蘭蛋糕 然後這是Starboss Coffee 然後這是Dog Chocolate 黑巧克力 然後這是傳統口味 裡面是有蛋的 對 然後如果沒有吃蛋的要注意一下 這樣子 那一盒是60.9 它Promotion是買兩盒 然後有多送星巴克的點數 那如果你們是團購的話 有11盒到100盒都有不同的Discount 這一張是透明的Starboss的紙 然後這分別是四個口味 它上面有寫 所以你可能好分 這是Mango 加柚子 柚子 應該是柚子 然後這是斑蘭蛋糕 是綠色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星巴克的咖啡 是黑色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巧克力 黑巧克力 一個黑的一個咖啡色 所以是巧克力跟咖啡 這很好認 然後再來是它是雙層 它這上面是四顆 下面是四顆 它的開法是這樣 這邊有兩個開關 然後左右打開 這樣子 有沒有很好看 而且這盒子 如果你吃完月餅 你還可以留下來 當你的化妝盒啊 鉛筆盒 就是收納的都很好 對 你要裝化妝棉 還是卸妝的都可以 很讚對不對 超讚 那另外一盒一樣 只是它的口味是 這個傳統的 對 裡面是加蛋黃 它的袋子是 裝方形的 它是這樣設計 這樣子設計 有星星 然後上面 月亮的感覺 有四隻兔子在 跑來跑去 然後背面的話 背面不一樣 背面設計這樣子 有點銀河的感覺 對 那有隻小兔兔在這邊睡覺 好 星巴克開箱完之後 給大家開箱這個 這是新加坡的傳統的一個糕餅店 打開這個是兩顆裝 在上面寫梭羅豆沙 這個是紅豆口味 Rain Bean 這個是榴槤加蓮籠 新加坡這種南洋風才會有榴槤口味 台灣如果做榴槤蛋糕的話 我想必應該很少人會吃吧 第三家是這個 日本的 這叫 Cattle Rice 對 我之前有拍一個他們的蛋糕的影片 好 打開 哎呀 翻了 打開是這樣子 也是有兔兔 有四隻兔兔在月亮上跑 對 然後旁邊很多星星 這邊有寫一個Moon Cake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品牌 怎麼開呢 這邊有一個這樣子 它有一個磁扣的感覺 這樣打開 哇哦 它也是四個口味不一樣 對 它也是四個口味不一樣 這個是 Sesame 是芝麻 對 然後這個是抹茶 這個是Rain Bean 這個是 澡 中文叫澡 澡 澡子 然後它打開 裡面長這個樣子 它是這樣盒子裝的 然後這樣打開 然後 澡是這個這樣子 然後 Rain Bean的話 放進去 待會都開切箱 切開箱 切開箱 切開來的開箱 給大家看 這是Rain Bean 好 打開 Rain Bean長這個樣子 其實都長一樣齁 你如果沒有分口味 顏色分開 其實 看不出來耶 我這邊這個是紅豆 這個是澡 對 它的圖案都看不太出來 然後這個是抹茶 抹茶 抹茶 欸真的耶 它外觀都長一樣 那這個也是囉 這是芝麻 這是芝麻 它外觀都長一樣 所以你如果沒有切開 你根本不知道 好 開箱一個月餅 長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 這盒子真的很好看 星巴克的盒子 好 接下來切開給大家看 一個一個開箱 這是紅豆 紅豆生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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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 這是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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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大芝麻 芝麻 看是不是都長一樣 不要混亂了 待會 首先開紅豆給大家看 這是芝麻 這是芝麻 紅豆 紅豆的餡料長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這個是抹茶 然後再來這個是抹茶 這個是抹茶 抹茶 ussen website 就是芝麻 金 elkaar 拿 黃豆的餅 好 那 curs 大早 好就現在跟大家開箱這個 本來熟肉的傳統月餅 好 好這是本來熟肉他們家的紅豆火味 熟了 紅豆可惡的很甜蜜的那樣子 榴槤加蓮笼 切嘍 這個比較好切 榴槤加蓮笼 好這個是新發客的五個口味 接下來切給大家看 大家想切來 好 首先這個是它傳統的 它裡面有蛋黃 這是星巴克傳統的裡面是蛋黃 這種小月餅我都切四塊就好了 然後這個 這是新加坡的斑蘭口味 這是斑蘭 另外一面 斑蘭口味 這個是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的切面 巧克力 巧克力 接下來這個是新巴克的咖啡口味 咖啡口味很鮮麵 咖啡口味很鮮麵 這個是Mango Mango的盒切面 Mango的盒切面比較公款 好 首先先跟它們家拍美食評論 這個 這是日本的 Catoris Moon Cake 然後它有四個口味喔 大家還記得嗎 四個口味是 芝麻抹茶紅豆跟大澡 大澡 然後我們先吃吃看 這個是芝麻口味 它的芝麻口味的 香氣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芝麻是用黑芝麻下去做的 然後有點甜甜的感覺 然後芝麻香一點點 不會說特別香 它芝麻可能 用油炒的跟沒有炒的下去混在一起 然後它有那種芝麻咬的那種嚼勁的時候 它的那個香氣才會出來 我覺得芝麻還不錯 芝麻我會給8.5分 抹茶 抹茶它是屬於甜的抹茶 日本抹茶 我不知道它是用哪一個日本餡的抹茶粉下去做的 它抹茶偏甜然後吃起來香香的感覺 然後它在裡面它是整個融化開來 在我的嘴巴裡面融化開來 而且它會非常的平順 它沒有任何的顆粒狀的感覺 就是紅豆 紅豆我有看到顆粒的感覺 所以應該又有口感 它紅豆超好吃 抹茶我會打8.5分 然後紅豆我會打10分 紅豆超好吃 就是紅豆有點像我們去吃紅豆餅的時候 或者是吃日本鯪魚燒的時候 它裡面那個紅豆餡在裡面的那個感覺 然後它有紅豆顆粒 然後又有吃起來沙沙的感覺 那種口感在嘴巴裡面很豐富 最後一個口味 就是大澡 大澡有點偏深黃色深棕色 它澡子的味道比紅豆還要再高耶 它大澡裡面是紅豆還有抹茶 甚至芝麻裡面這四個口味裡面是最甜的 然後其次再來是紅豆 再來是芝麻 然後再來是抹茶 它的甜度的從高到低是這樣排去 大澡吃起來黏黏的 然後會在嘴巴裡面有點化開 可是它會黏 感覺會黏你的牙齒跟黏你的上顎 然後吃起來是有黏性 然後非常好吃 所以你要稍微在嘴巴裡面 那種 潤一下潛一下的時候 它的味道才會充滿你的整個的口味 好就是這四個口味的美食評論 那大澡我會給八分 好給大家做參考 接下來 本的手用來了 它一盒它是鐵盒是兩個 那我這次買兩個口味 一個是紅豆沙 一個是榴蓮的蓮蓉 好先吃 這個是紅豆沙 它的紅豆超黏喔 所以你在切刀子的時候它會整個黏在一起 它的紅豆是那種超黏的 嗯 咬的時候也是蠻黏牙的 它裡面好像有加鬆子輪的感覺 有一兩顆啊 所以不是說完全的純紅豆 它的紅豆也是好吃 然後是偏甜的紅豆 然後你完全吃不到有紅豆可依 它的完全就是紅豆沙 然後加糖下去做混的 然後它黏性超黏 這樣我整個牙齒跟 我的上顎都黏到了 這個也好吃 這個我會給八分 給大家就參考 好了接下來要吃 這我比較期待 榴蓮蓮蓉 那裡面有看到有松子 還是蓮蓉在裡面 一顆一顆 它榴蓮超好吃 它榴蓮它是有點像 榴蓮沛手 就是把榴蓮抓下來之後 然後攪 然後攪成榴蓮泥 然後再下去拌其他它的蓮蓉的料 然後它這個也是 偏黏 所以BENMAN SOGO的月餅 好像都偏黏 會容易比較黏牙齒 跟黏在你的嘴巴裡面 嗯 它的特別味道是 我比較沒有經驗 吃榴蓮月餅的經驗 所以這個我會給多一點的 新奇分數 所以我會給它9分 好 給大家對下烤爐 好 接下來吃新巴克 它是裡面有蛋黃在裡面 然後旁邊也是 應該是蓮蓉 然後它的餅皮薄薄的 它的蛋黃偏鹹啊 嗯 可是不是鹹蛋啊 是平常我們吃那種 綠豆碰還是什麼碰 蛋黃酥 裡面的那個蛋黃 這味道真的很傳統耶 我會給9.5分 好 接下來新巴克巧克力口味 它的巧克力呢 黑巧克力裡有加sautic caramel 黑巧克力加鹹的焦糖 然後它裡面餡料是有一點鹹鹹的 然後有顆粒感 然後外面巧克力鬆鬆軟軟 然後也是在嘴巴裡面化開 很好吃 欸它巧克力不錯耶 我覺得很創新的 有那種cretty的感覺 我要吃它的斑蘭 它綠色那種斑蘭蛋糕的香氣很香耶 然後它裡面有一顆類似冬瓜糖的東西 然後咬起來一顆一顆 然後有嚼勁 很像在咬糖的那種感覺 這不錯耶 巧克力我可以給9.5分 然後斑蘭的話我會給8分 好 接下來吃咖啡 咖啡它裡面也有加焦糖 然後也有加堅果 它是焦糖加這個是 什麼 它焦糖味比較重耶 加咖啡超重 真的有點像你在喝咖啡的感覺 不像你在吃月餅 這個好新奇喔 然後你吃下去 吞下去之後 你嘴巴會有一股咖啡味跑出來 然後這個會給9.5分 給大家參考囉 這個分數 這是Lingo 它餅皮裡面一層是先是芒果 芒果的那個餡料在裡面 所以芒果香很清香 它應該用是 這種是一般我們用的 黃芒果不是青芒果 可是是用什麼蘋果呢 芒果我不確定 吃不太出來 然後中間這裡面那層是柚子 有點柚子的清香味 可是又不是韓國柚子醬 直接下去做的那種味道 它柚子清香味有點像 我們在吃那種柚子鹽的那種柚子清香味 可是它又不是鹹的 它是偏甜的 它的口感非常的獨特 然後又有點那種果香果香 帶有一點點酸的感覺 所以喜歡吃甜的 又不喜歡吃完全甜 你喜歡有那種果香或者是帶酸味的話 可以嘗試這個 芒果柚子口味 這個我會給10分滿分 超新奇對我來講 然後味道是整個就是 對我來講是一個超突破的感覺 好以上是今天求人的日子 然後我們開箱三家的月餅 然後在新加坡你可以送你 或者是你收得到的月餅的品牌 然後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然後它不是完全非傳統 然後有比較創新的感覺 然後尤其是像星巴克跟日本的這個 Cutaturus 它並不是每一年的月餅都做的一樣口味 等於是它非常的創新 所以大家每一年去買月餅的時候 你會有不同的那種碰撞 你會發覺它新奇感 然後以上是強烈日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